Podcast 品牌变现 全台最大托管平台 First Story 帮你实现 创作者们 开启订阅制吧 接受赞助 创造收益 和粉丝一同努力 First Story 提供多元方案 协助创作专属单集 一键整合平台 金流 会员 带动听众人数 提升收听量与分享量 现在开通订阅制 再送十万次节目宣传曝光 乡亲点击资讯栏 第一手的族心 最有艺术的奉赏 语言是一种艺术 买当工家有艺术 嗨 大家好 我是赖金仙 欢迎收听 报道有艺术 报道有艺术 我是念词 说到台湾的原住民 大家都知道 他们的应该性 包括每一个不同的族观 他们所代表的应该文化 也是相当的豐富得完 今天我们在这部当中 要讨论到的 这个是由南岛 人爱乡的亲爱部落所来的 他们是两位老师 我们又今天是一位来做一个代表 他们也是一位男朋友 分配的是我们的王子健老师 要够陈沛文老师 他们利用白铃 就是我们的小提琴 利用应该的力量 来让我们原住民部落的孩子 吹到新话 吹到核心的猪鼻 让我们在比较高 偏向的小朋友 有不同看世界的角度 现在来欢迎今天的来宾 这是我们亲爱音乐文化基金会 创办人王子健 王老师 老师你好 大家好 我想我们如果在这个网路上面 搜寻亲爱爱乐的话 大概很容易可以找得到 你们在2017年的时候 特别到这个奥地利去参加 这个文也纳国际青少年音乐节 那么也获得了选乐组的冠军 但其实这个美好的成果 这个所有故事的开端 是来自于 就我们的陈沛文 陈老师 当年他在课语的时间 就是陈老师自己在练习小提琴的时候 刚好有一位学生问了一句说 老师那是什么 我可以摸一下吗 乍在的改一公不行 对不对 不过也就是因为这样子 欢迎学生一起来共同参与的态度 也才会有后来我们亲爱爱乐 一连串精彩的故事 我们先请这个王子健 王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这一个开端是什么 什么样的动机 让你们把音乐带进了部落 就像您说的一样 就是小朋友问了之后 然后就开始了 主要是因为我太太 就是陈老师 她想做嘛 那想做其实很简单 就是孩子愿意留下来 然后可以吃饭 不会乱跑 作业会写完 其实目标是这样 所以从头到尾跟拉琴 然后没有直接的关系 一开始当然太太在做 我不做还得了 就有点委屈 也不是委屈 就会毁灭 不过当然太太想做 那是想做 但是要在南投 仍爱乡这个地方 其实坦白说 她的资源相对不是那么充足的状况之下 持续这么多 你一直到现在 其实这段路并不那么容易 push你们前进的动力是什么 这个很多人问我 主要是这样 我们去那边不是为了要帮助偏向的孩子 只是觉得喜欢山上 比如说我们在带这群孩子 然后完全都没有一个迹象 机缘造成会想要带这群孩子 其实不可能 应该有 那因为陈老师以前在平地教书的时候 就对弱势的孩子 他比较照顾 可是在照顾的同时 就会不同的声音 什么意思 怎样不同的声音 比如说我特别照顾这个孩子 他比较弱势 那其他家长就会觉得说 为什么老师对这个孩子比较好 特别关爱 对 那可能会去跟校长 我昨天讲说 老师比较疼这几个孩子 这样不行 所以就蛮挫折的 干脆就到山上 那到山上 其实一开始也没有想说 他们真的需要 老师费很多心力 那只是说带的过程中才发现说 哇天哪 真的是有一点点的落差 比如说你交代功课 他不一定会完成 我记得我那时候去的时候 最常做的事情 就是开车去部落 把孩子接到学校来 因为他会不来学校 跑去玩 所以就要去接去抓人 然后再来你提到说 什么样的动力 可以继续做下去 其实切两块 陈老师就很爱孩子 他觉得孩子有来 成就感 对就持续 那我这一块是因为 我觉得既然要做了 就持续做 规律的做 但你们两位都是音乐老师吗 不然为什么会挑选音乐 当做是跟孩子接触 交流或教育的介质 我们两个都是美术 但是他比较特别 他从小就学钢琴 而且是自己去敲老师的门 就说我想学 然后学了之后就回家说 妈妈付钱 他的主动跟积极性非常高 这一点是 是我觉得爱乐可以到现在 这个人格特质的部分 其实很清楚 但我比较好奇这件事情 就是老师你刚才一开始 有提到说你刚到亲爱的时候 其实是需要一个一个 去把这些孩子捞回来上课 这些孩子们 你们怎么让他 从一个一个一个的萝卜坑里面 来到了亲爱爱乐这个团体 让他们认为说 这个地方可能是 除了他们家之外的 另外一个归属 或认为说 我们就是一个团体 我们就是一家人 其实很多事是这样 就是你不做 但永远都不够 然后就做了再说 比如说你真的只有一碗饭 那五个人要吃 就分着吃 一边走一边想办法 最早我们经历过 就是在教室里面 晚餐就煮卤肉饭 这样吃这样 一天一天过 没有特别想说 怎么办这样 所以早期就是反正留下来 有吃饭 有写作业 隔天会来学校 那就OK了 谢天谢地了 没有特别想那么多 那只是说你刚刚提到说 音乐当一个戒指 其实我觉得是老天爷安排 因为反正就 丢给他想学就学 不小心觉得说 怎么还蛮有样子的 就是开始帮他们找老师 所以说实在你说是我们 夫妻两个就有办法做到吗 其实不是 是孩子们自己本来就有办法 那凝聚起来说实在 因为生活在一起 多少还是会凝聚的 但家庭是这样 家庭就是你没有遇到困难 就家庭就会破裂 遇到困难 就家庭就团结 越艰苦的环境 那个凝聚力越强 很多事情孩子都自己做 然后做了有付出 你就会投入 但总归一句话 还是没办法取代家庭 因为那个东西是一个氛围 就是你觉得 那个两位就是爸爸跟妈妈 那不管他怎么样 他就是还是爸爸妈妈 当然 所以他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 一个关系的存在 就是认定了 所以你说凝聚力吗 他们的我是不太清楚 但我对他们就是 反正我认定 我这辈子也要做这件事 所以他们就是我要带的人 认定了就会做到地 就这样 所以其实这样听起来 一开始 他其实是客后陪伴 跟那种概念 对一开始就只是陪着 然后后来就一直陪着 一路陪到现在 对对对 这陪不完 但现在还好 现在大的会帮忙陪 比如说国小生 以前是我们都要亲自 那我们现在就是会抓重点 就陪那个比较小的 那个还没上幼稚班的 那些 就是变成一个规律 不过我们再讲到亲爱爱乐 其实有三个很大的阶段 包含在2014年开始的 亲爱爱乐乐团 那后来一直到2018年的 亲爱音乐文化基金会 那在后续隔一年 创办了这个亲爱音乐 艺术实验学校 这三个对于你们这个团体来讲 非常大的重要阶段 它是有计划性的 就说你们可能有希望 为这个团体 为这些孩子 设想什么样的后路 或者是像刚才王老师你提到 他们就是你的责任 你也希望说可以一路就这样子 带领他们陪伴他们下去 其实一开始就是乐团 就比较单纯 因为就是反正他们留下来 吃饭写作业 然后练琴 乐团的成立是比较特别 也是因为我们之前都是 都是丢在学校嘛 就是他们都念一般学校 所以中间有念那个 草屯国中音乐班 那其实也都都不错 那成立乐团原因是因为 草屯国中音乐班有第一届毕业 那学校就说 王老师你那个有一些协助 就是孩子的款项 不能够再进学校里 因为你接下来就是到高中 对 那高中就是可能就分散在 其他学校 他说这样就会很麻烦 然后后来我们就想 哇原来遇到这个状态 那干脆就成立爱乐 我们就成立一个演艺团体 所有的协助就会到演艺团体这边 有演艺团体去支付他们的学费生活费这样 所以爱乐一开始是这样 走着走着 其实我们一路上不是只有帮我们自己 爱乐孩子 因为我比较机魄 就是有人需要帮忙 我就会帮 所以我们那时候也会 透过我们的力量 不管是乐器啊 或者是捐款 我们都会做 爱乐都会做 那做一做 因为其实孩子越来越多 对 会忙不过来 忙不过来 但是又要帮别人你知道吗 就是根本就是 没有那个能力 又爱吃蟹药 你懂吗 就是这样 不了解 这种华语的表达非常清楚 对 那干脆就让协助其他单位的项目 我们把它独立到基金会 OK 所以我们比较特别 一般说基金会比较大 然后乐团比较小 我们乐团是比较大 基金会就是独立出来 就负责协助新的演艺团队 到目前为止也协助了25个 加上今年应该有30个 协助借助区的琴 就免费给人家使用了大概500多支 然后坐着坐着就发现另外一个事情 因为我们国中都送草屯国中音乐班 对 可是你也知道 学生的素质不可能一直都是处于OK的 我们就觉得 不要再拖累人家 人家那么好心 就带我们 然后草屯国中也这么用心 所以我们想说 那干脆我们就自己成立一个实验学校 孩子不管是学科上面 或者能力上比较不足的 都还可以被妥善的照顾 因为会坏掉的时间 孩子会坏掉时间 大概就国高中 国高中 所以那个时间把它hold住 这个机缘下就成立了实验学校 陈老师就辞职下来 这边协助这一块 因为他还是要需要有一个负责人 坦白说这三个组织 不管是乐团基金会 或者是实验学校 他都是很有计划性的一个行程 可是这样听起来 你们反而是觉得说 看到了孩子们的需求 或者是看到孩子们的困难 那为了解决他 面对他而出现 这三个这么重要的机构 是 其实看到哪一个困难 其实因为他们学科并不是特别突出 他主要是在音乐上面 他可以表现的不错 可是台湾没有那个环境 因为台湾其他学校 其实没有特别在推这个 所以等于他学的东西不被重视 然后就会出问题 所以我们前面毁掉了三届 就是他送到一般的国中 他音乐比较好 但是没有办法被发挥 前面那三届 在把他们救回来吗 我花很多心力 拉不回来 然后帮他找学校 其实拉不回来 所以有时候人就是要放下 可惜 对 当然也不会可惜 因为人生也很多变 我们很难去断定 你现在做的这个项目 确定对他未来是好的 你只能保证说 他的成功几率稍微高一点 我想那这样子一路走下来 一直到了2017年 你们到奥地利去参加了维也纳国际青少年音乐节的 当然得奖了也具有一定的知名度了 去参赛这个环节是你们原本就计划好的吗 还是也是顺水推舟走到哪就到哪 我们那时候在台湾 台湾比赛是分年纪的 国小组 国中组 高中组这样 我们的孩子其实就是每个年段不多 因为就是几个几个几个凑上来 所以我们要参加台湾的这种 我们叫全国学院音乐比赛 是难度非常高的 那时候我跟陈老师就在想说 那孩子竟然都合奏了 那就找个地方玩一玩 让他们就是我觉得传递一下音乐 主要目的是这样 他刚好就有个朋友就说 欧洲那边有跨年龄 就是青少年 好像12岁到18 这很妙 钱从哪里来 不是 我跟你讲 前面更妙 我那朋友说你报错了 因为他想说我们孩子的能力 因为都是一个一个臭上 而且还有年纪很小 跨剧很大 所以他觉得我们应该没有那么成熟 所以他请我们去报一个 比较像夏令营方式的比赛 对 我们报错了 我们报啊 很厉害的 那个也不是特厉害 但是他是那个约翰斯特老师 音乐里面有个约翰斯特老师家族 就是音乐不错 但又爱赚钱的那个约翰斯特老师 然后他们跟奥地利政府办的一个音乐节 报了他们想说 哇完蛋 报错了 去 去其实我们跟孩子讲的 本来就不是 其实以前一直在教 就是不是要获胜 就是分享音乐 那刚刚你有提到经费 当然很可怕 因为那一趟花下来四百多万 光机票就一百六十几万 这个我很清楚 这个数字 遇到一个困难是 我们很难申请到补助款 所以等于经费上是花的是比较 比较多 就是有点害怕 对 但是还是要去说 我们办音乐会 办了三场 还好有筹 最后缺个一百 就是那个云朗观光顾海路董事长 他就直接丢了一百万进来 协助我们出去 所以也是蛮困难 但都可以解决了 所以其实用着课余时间 开始教孩子们 拉这个小提琴 那么后续也开始有了 亲爱爱乐乐团 以及亲爱音乐文化基金会 包含亲爱音乐艺术实验学校 那上个阶段 王老师也跟我们谈了 他们两夫妻的出发点 跟到后来有这三个 这么重要阶段的单位的发起 以及误打误撞 包说明 就要弟弟参加了 我也拿国际青少年音乐节 那整个过程 现在我们自己听来是云淡风轻 但就像王老师说的 这就是碰到困难 碰到挑战 就过了他 掉进洞里就爬出来 那我们接下来呢 今天王老师带来了两位 同学一位是白许慈 一位是曾诗云 也都是他的爱徒 那一路从小到现在 两位都已经是大学生了 我们来听听看两位同学 来聊一聊 他们过去 从加入乐团到现在的感想 的感受好不好 来我们请诗云先来好了 来诗云 大概是从什么时候 是国小开始吗 就加入爱乐还是 一开始是因为我们国小有那个音乐课 然后那时候也是阿姆 而且是陈老师 我们都叫阿姆 带我们 然后班只有两个人 然后那时候老师就问我们 两个说要不要读音乐班 然后我就说好啊 我那时候以为音乐班 是一个很好玩的地方 晚上的时候就跟老师 王老师就是阿爸拿琴 这样子练 这个过程里面哪里最有趣 下山 为什么下山最有趣 因为我们会离开山上嘛 然后就会有那种心情 就是会很开心的感觉 离家越远越好 其实会有心情感啊 学琴有趣吗 非常有趣 非常有趣 一开始是学小提琴是吗 对 一直到现在都是 没有 我转秀 我大提琴的 现在是大提琴 为什么后来对大提琴有兴趣 国小三人级 然后是因为我们要去比赛 就是老师跟我讲那个音乐比赛 要凑弦乐团 那时候为什么会学大提琴呢 是因为可以坐下 很有道理 我喜欢佳琴 佳琴波仔会外一边 还要站着罚站 对 然后她声音我也很喜欢 蛮温暖的 然后就跟老师提 我可以拉大提琴吗 王老师跟丞老师 这样带你们一路长大 给你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做事的态度吧 有墙就撞 有动就跳 掉下去爬起来就好 这是有困难 一定要解决 就我们是团体嘛 就是沟通上要一起解决 然后互相扶持这样子 你除了在音乐这方面 很厉害之外 哎呦 餐饮组的组长 学校有那个 有分组编 器材组 你说大学里面吗 在乐团 在乐团 OK 对 有器材组 餐饮组 然后申福组 教授 我就担任了餐饮组组长 我看资料上面写说 你一次可以备餐 备60到80人分啊 可以 最拿手的菜是 随便讲个食道来 不是 加长菜应该都可以啦 你的这个技能 是怎么样被培养出来 因为要我们三三都自己解决嘛 所以一定要有人负责 学做菜 然后那时候就是跟着阿巴布 学怎么煮 然后我们几个特定的人去学 这样子 因为你现在是大三嘛 对不对 那接下来可能大四在毕业之后 除了音乐这个主要的技能之外 你现在也会煮饭 你有没有想象过你未来 你希望能够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子 其实我没有想过我以后能干嘛 真的 我觉得把现在的该做的事情做好 嗯 然后之后是 来来再说 嗯哼 因为我觉得王老师把他们教得很好 嗯 这就是碰到问题 去做就对了 是 去解决就好了 嗯 对反正过了 你再回头过来看 就会像孩子这样子笑笑笑 嗯 就就过啦 好 我们接下来想要跟许慈 来聊一聊大四 那你现在也是会回到乐团 去帮忙带学弟学妹吗 对 你在过去的这个学习的这个历程当中 也是学小提琴 嗯 一开始我们都是从小提琴开始 嗯 然后后来我就转那个低音提琴 站着啦 对 对 你就稍微挑小一号的 你就可以坐着啦 对 然后那时候是因为老师就是问 谁想要去学这个这种乐器 嗯 那个弦乐团里面扮演一个 最低音伴奏的一个角色 那个时候去奥地利参加 比赛的时候 你有去吗 我有去 哦 出发之前跟到了现场 后来我们拿到奖项之后 你这个心情的转变 因为我们只有假日六日的时间 可以团联 所以我们就是花很多时间在练习 就密集的训练 对密集训练 然后就是那时候心情非常的紧张 对 对因为我们没有去过这么远的地方 嗯 要去参加一个比赛 对 然后我们之后到了奥地利之后呢 我们就非常的兴奋 在上台前 阿爸就是告诉我们 我们是要分享音乐 不是要拿第一名 嗯 所以我们要做出我们最好的东西给大家 嗯 对 所以我们当时在台上 我我的感觉是就是我非常开心 就是那是一种紧张跟兴奋的 对紧张跟兴奋 嗯嗯 但是那个紧张不是说我一定要拿冠军 或是我一定要有什么样的表现 必须它是一个国际的场合 对 不紧张也是很正常 对没有人不会紧张 但是就是就是要想就是我们是分享音乐 平常心去面对这件事情 你们怎么样互相打气 我都会跟我的同学说我非常爱你们 嗯 对 那他们一样爱你 他们爱不爱我不知道 爸爸都会让我们在演出前 或是比赛前 我们就心态要归零 对我们只是要告诉穿搭 分享我们的音乐 不是输赢 他就是分享我练了这么久 我终于可以把我最拿手的东西 跟大家一起分享 那更多人看到这个音乐 对 是这么的漂亮 对 嗯 哎阿爸 好不好 是 你觉得很好耶 哎 因为也也待很久了 嗯 对 可是因为就是我是觉得面对人生课题的时候 嗯 过度的悲伤或过度的开心都会影响判断 诗云有提到说我们乐团里面有分不同的组 是 申福组嘛 然后餐饮组等等不同的组别 是 你为什么会想要让孩子在这个原本他们的音乐的乐趣 兴趣或课程之外 再有这样的一个其他的生活的分组 你希望他们从这些分组里面学习叫什么 如果希望把音乐带到台湾各个角落 就必须要让他们做一般人做的事情 也就是说 呃 当然推广音乐有一群专业的人 这件事情是对的 是 餐饮业啊 嗯 虽然有一些很厉害的主厨 可是每个妈妈其实都有拿手家常菜 嗯 那他也都在生活中做的其他的行业 嗯 因为他一定不是专门煮菜的 嗯 可是他也会煮菜 嗯 所以我希望音乐也像是这样 就是说 当然有有主厨的就就继续当主厨 可是如果你是在家里面 你就是负责煮家常菜的 嗯 以后自己有孩子陪孩子玩音乐 这件事情也会很好玩 像呃 你本身 我们刚才提到有这个基金会的部分吗 嗯 那你也提到说 其实基金会呃 所服务的不是只有自己爱乐的呃 孩子们可能如果说有其他的团体 或者是学校 或者是乐团 嗯 可能也需要交流跟协助的话 所以像你们的那个情 也是会流通到其他的团体去 对所以大概现在五百多是在外面 就这样来 OK 默默的啦 因为我们比较少就是宣传 比如说广发公文 就是说可以来申请这样 这个这个因为我们能能力有限 就是孩子们还要学习 然后还要这个 这个这个自己演出赚学费啊 反正时间上不是很充裕 然后加上我自己时间也不是很够 对 所以我们就默默的 就比如说今天节目上 如果有人听到 嗯 然后他发现就是他身边有人 还是想要学琴 对 那可能乐器上面有困难 嗯 就就听到这个讯息 就打电话来 借用的方式吗 哎 对因为因为国事局那边的规范是这样 就是赠语的话会比较麻烦 对 无限期的借用 嗯 就是他一定要我们写上日期 但是我们就是继续展颜 到一辈子这样 我常说你们其实都会有办一个音乐行脚活动 叫边走边想 想就是音响的想 这个活动想要让孩子感受到什么 呃 其实就折磨自己啊 嗯 其实当然已经很忙了 你想你人生中 对 很少被一个东西就是直接切断 嗯 你什么事都不能做 就只能做那件事 嗯 那这个时间就有点像我们去行脚 我们就会把它咔掉所有事情 你也只能走 有一批人就说 那如何还能正常营运 然后就会把本来要营运的东西抽到最小化 嗯 就是说人数最少还可以营运应该是怎么样 嗯 然后走路的去走路 所以这个是希望他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 能够回归到最最简单的状态去思考 那怎么透过这个活动让他们去感受到你想要传达的这个意念 其实碎碎念是必要的 哈哈哈哈 这是唯一的课程吗 对 其实我通常都是以前小时候是在放学的时候 就是晚上晚上可能念完琴之后会跟他们讲 再来就是犯错的时候 所以犯错是必要的 嗯 因为犯错的时候 他才听得进去 嗯 人是这样 没做错事听不进去 嗯 自大要命觉得自己天下无敌 嗯 再来就是音乐会的时候 我会 我会主持的时候 我会 我会讲 啊其实我 我不是在讲给观众听 嗯 然后就讲给后面孩子听 对 但观众也很爱听 嗯 就喜欢 喜欢被骂 嗯 嗯 应该是说有一些概念上 他们会觉得 哎 蛮 蛮 契合 老师 阿爸的碎念当中 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记得最清楚就是我刚刚有讲过 规灵 平常心去面对 嗯 也是我最需要学习的 嗯 可是我一定还是会有一些 对我还 情绪 怎么样让自己用练习的方式 把阿爸的话套进来 我通常都会直接去找阿爸聊天 OK 跟阿爸讲话的时候会有一种 神戒的感觉 嗯 有个人帮你突破盲点 对 那事于你呢 人生会遇到很多的重复的事 嗯 那跟凡人的事 对 不要抗拒 你要去领悟这世界 带给你的那个感受 告诉自己 重复才能坚持 坚持才有价值 好像有个人告诉你说 或许换条路试试看 对不对 那吴老师 原本其实千爱爱乐的据点是在那个 中心新村嘛 不过最近将会搬到那个 竹东火车站旁边的一个园区 可以大概跟我们讲一下 目前的状况吗 很多东西明明中都安排好了 嗯 竹东火车站下来的左手边 之前叫竹东艺术村 在更早之前叫做动漫园区 嗯 接下来的那个注点 对那个地方的想象或规划是什么 我觉得主要目标是 能不能被那个地方接纳 嗯 因为我们通常对一个地方 会有想要怎么做 然后想要做什么 可是你都没有考虑到那个地方会不会接受你 我们比较特别啦 因为一般去都是商业规划 对 那我们去是因为也会在那边生活 对 会希望多花点时间了解那边 嗯 对 然后再来就是这个地方需要我做什么 其实我们的想象一直都蛮简单的 因为孩子刚刚有提到就是我们在演出前 嗯 我会希望他们归零 对 其实主要的状态是说 人会彷徨 或者下错决定 其实是因为搞不清楚目标是什么 所以你回到最本来的状态 就是你就是一个人 对 你到这个世界上 你占用了人的这个躯壳 那你当然就为人类去做 去做付出 那格局再大一点 就是为生物去做付出 那跟平衡 嗯 我们带着他们就是希望 他以后面对自己 家庭问题 成长问题能够归零 嗯 平常心去面对 嗯 所以任何的地方的移动跟转变 都只是考验你 你有没有办法用平常心 所以梦想就是能够去 平常心面对每一件事情 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 访问到的是我们呢 亲爱爱乐的创办人 王子健王老师 那当然还带来两位 非常可爱的同学 我们的诗云 对不对 还有许子 他们也欢迎大家呢 可以在网络上面搜寻 亲爱爱乐 追踪他们的动态消息 那当然未来 我们呢 预计在十月份左右 会来到了新竹竹东这个地方 有个全新的开始 也可以呢 follow他们的讯息 有机会 我们一起到他们的新家 走走看看 谢谢王老师 谢谢 谢谢 博客无意书 最精彩的流 在Spotify Google Podcast 还有Apple Podcast 都听得到哦